上次說到黃雲下令將董卓的屍體擺在大使牆街示眾 董卓是很肥的 看屍的軍事就在董卓的肚瓷那裡塞了燈心 怎麼就他用來做燈 哎呀厲害咯 那些肥油說流到滿地都是 經過的百姓沒有說不拿起董卓的人頭來扔的 也沒有說不用腳踩董卓的屍體的 可見老百姓是多麼仇恨董卓啊 黃雲又命令呂布和黃普松李叔帶著五萬兵去薇湖去抄董卓家 登記他的財產全部沒收歸功 董卓的家人呢一個都不能夠放過 董卓離開薇湖的時候 就留下了四名心腹將領 就是李廣、郭廷、張仔、范丑就在鎮守薇湖啊 現在這四個人聽聞說董卓已經被殺了 呂布帶兵就來到 立刻就率領手下的飛鴻軍 留夜走人 投奔去梁州了 那呂過一道微虎 首先就接走了雕閃 黃普松叫人將被董卓搶回來的梁家子女 全部釋放 叫他們回家 至於董卓的親屬呢 就不分男女老友 全部殺了 董卓的老母也都殺了 董卓的弟弟董文 那侄董卓就斬首號領 沒收到的黃金有幾十萬 白銀幾百萬 凌鑼籌短 朱寶喜鳴糧食就不計其數了 抄完了微虎 就回去報告給黃韻 黃韻一邊慰勞軍事 一邊在都堂大排現席 歡迎百官 共同慶祝勝利 大家正在高高慶慶喝酒 突然接到報告說 有個人在街市 伏著董卓的屍體在哭啊 咦呀 真是豈有此理咯 黃韻很生氣啊 殺了董卓 市民個個都說好 那個人是誰來啊 這麼大膽地哭董卓 人是 跟我逐他來 遵命 沒多久 將那個人逐來了 大家一看 哦 人人都大感意外啊 原來那個人不是誰啊 那是市中蔡翁啊 這個蔡翁 各位聽眾還記不記得啊 他是得罪過那些太監 罷了官 後來董卓專權 又因為他是個名人 就起用回他 一個月內 升了他三次官那個蔡翁啊 那現在逐了他來了 黃韻就罵他了 董卓這個奸賊 現在已經復發了 你是國家極大的幸運 你是漢朝的大臣 都不是國家慶幸 反而同情這個奸賊 不是什麼事啊你 蔡翁就認罪了 他說 我蔡翁雖然才疏學錢 但是也明白義理的 怎麼會說背叛國家 而向著奸賊董卓呢 只是一時之間 為了感激他當初 這麼想識自己 所以忍不住要哭一哭他 我也知道犯了大罪了 希望大人原諒一下 就算判我的刑 在面上刺字 甚至斬了雙腳也好 只是求大人 准許下官 繼續寫完漢史 來贖我的罪 那就感恩不淺了 當時所有的大臣 都很憐惜蔡翁的才學 個個都為他講情 想救回他 太父馬日低也都靜靜和黃韻說 蔡翁是個抗世奇才 如果讓他繼續寫完漢史 是件好事來啊 而且他也是個孝子 一向聲譽甚高 如果一下殺了他 恐怕會失人心的 黃韻又不是這樣看了 他說 黃韻武帝不殺司馬遷 後來還叫他寫歷史 所以使得他那些誹謗他人獵造事實的壞書 流傳後世 現在國運雖微 朝政混亂 皇上的年幼更加不能夠給他這樣的能言善變 而深述這麼壞的人在皇上的左右 否則我們一定會給他亂這麼議論說壞話的 啊 黃韻這樣說 馬日低也沒有聲出了 黃韻就把蔡翁混在監獄 然後整死了他 現在再說一下李國 國恥 張濟範疇這四個人 他們跌了去西梁 過了一段時間 他們派個使者去長安請求赦罪 啊!怎麼知道黃韻說 董卓之所以這麼飛揚不悟 戒恩是有這四個人幫他守的 現在雖然是大赦天下 唯獨不能夠赦這四個人 次就回去回報李國 李國就說 請求赦免又不准 那我們為了各自逃生 李國有個謀事叫做假許 他說不行啊 他說 各位將軍 如果拋棄了軍隊 自己單身一個人去逃生 那小小一個庭長 就能夠綁起你了 不如這樣還好 我們想想辦法 講好西梁人 跟我們本部的人馬 殺入長安 為董卓報仇 事情如果成功 我們綁著皇帝天下就是我們的了 如果打不贏了 到時再走都未遲啊 是呀 是這條醜長 李國他們一於聽假許的話 派人在西梁州到處山坡謠演 說皇韻快要派兵掃蕩西梁 搞到人心惶惶 然後又山坡說 不要白白死這麼無謂啊 跟著我們造反還有一條山路啊 那些西梁人上了 都願意跟著他們造反了 一下就聚集了十幾萬人 分成四路就殺去長安 去到半老 遇到董卓的女婿 中郎將牛腹帶著五千兵 要去跟他外府報仇 李國就和他聯合在一起 叫他做先鋒 於是又繼續進發了 黃韻接到西梁兵打來的消息 就跟呂布商量了 呂布說 司徒大人放心 讓你們這幫區區鼠輩 算得什麼 那呂布就和李叔 點起兵馬出城營敵 李叔去打頭陣 碰巧牛虎就大殺一陣 牛虎不夠打 連亡撤退 哈哈 沒想到當晚宜耕 牛虎趁著李叔沒有準備 竟然帶兵來劫宅 李叔的軍隊這次吃虧了 被牛虎殺到退後三十幾里 兵馬損失了成大本 李叔打輸了就去見呂布 呂布發火罵他 你這個家伙 錯傷我的銳氣 馬上就叫武士拉李叔出去斬了 把他的首級掛起來示肿 第一 呂布親自帶兵來進攻牛虎 牛虎又怎麼打得過呂布的呢 當然輸到貼地頂的了 當晚 牛虎叫他的心腹胡赤兒一齊商量說 呂布這麼勇猛 怎麼都打不過他的了 不如我們瞞著李國他們四個人 帶著金銀珠寶在身邊 丟下對人馬 靜靜走人馬 真的 一於是這麼說 等到擔心人靜 牛虎執好那些金銀寶貝 正是帶著三四個親徒和胡赤兒 丟下軍隊逃跑 他走到一條河邊 在就要過河的時候 胡赤兒想謀那些金銀珠寶 就在背後一刀殺死了牛虎 拿著他的人頭來獻給呂布請求投降 呂布問起這件事情的經過 那幾個親徒就全部說出來 說胡赤兒啊 是為了搶牛虎的金銀珠寶 所以殺了牛虎而已 呂布生氣了 你們這樣的人也有用的嗎 立刻就斬了胡赤兒 第二天早上 呂布帶兵前進就撞正李國的人馬 呂布都不等他擺好陣 停擊約馬就揮兵直衝過來 李國的軍隊沒得頂了 馬馬後退五十幾里 靠著一個山腳扎落營寨 李國就找郭齒、張仔、範疇來商量 他說呂布雖然勇猛 只是他是有勇無謀 不怕他的 我們可以這樣打他 我帶一部分人馬守著山谷入口 每日去引他來施殺 郭將軍就帶領一支軍隊抄他的後腦 明金進兵雷鼓收兵 張將軍 凡將軍你兩位呢 就兵分兩路直取長安 呂布那時候手尾不能夠應 就必定大敗的 好計 好計啊 於是大家就照計行事了 好了 呂布的兵馬到了 李國居然出馬挑戰 呂布一看 哼 你都不知死 還來漏打 拍馬衝殺過去 李國虛仿一槍 立馬就退了上山 呂布正說揮兵追上去 哈哈 但是山上又石又剪 下雨地打下來 不上得去 忽然間 探紙報告說 駁斥的兵馬在背後殺過來 呂布急急回兵去迎敵 誰知道 鼓聲大震 駁斥的兵馬已經撤退了 呂布見到人家退了 自己亦想收兵 啊 彷彷彷彷彷彷彷 羅星一響 李國的兵馬又來 但是呢 都未來得及和他打 後面駁斥又說已經帶兵殺到了 及著呂布轉回頭想去打他 咦 又雷鼓收兵走了 激到呂布 生蝦那麼跳 真是肚都爆 如是者連起幾日 想打就打不醒 想停就停不住 你說激氣不激氣呢 呂布正在發猛狗 忽然間探子來報告 說張濟犯愁兩路兵馬侵犯長安 敬施高急啊 那樣不得了 呂布立刻就下命令全軍撤走 趕回去救長安 好了 這趟就輪到李國 確似在背後追著來打了 呂布也無心亂戰 一美趕路猛跑 所以損傷了不少人馬 及時回到長安城下 哇 張濟他們的人馬 早就大軍雲集 為實長安城 呂布和他們打了幾仗都失利 同時 因為呂布帶兵是非常殘暴的 軍事很怕他 所以在呂布作戰不利的時候 投降過去的兵就很多了 過了幾日 董卓有兩個魚黨 一個叫做李蒙 一個叫做黃芳 他們還在長安城內 這一日 他們兩個做內應 偷偷地打開城門 那張濟他們四路兵馬 就一起湧進去 呂布發了矛 聽起方天話擊 左衝右突 沒辦法擋得住 只好帶著幾百馬軍跑去清鎖門外面 大聲地叫黃芳 告訴他 形勢已經十分危急 叫他跟著自己突來衝出去 以後再來想辦法 怎料黃芳不肯 他說 博家有難 不能夠偷生 如果打不贏 就寧可以死報國 呂布再三再四地勸他 黃芳肯不肯走 這個時候 各個城門已經是火光衝天 呂布就唯有連一家大小都丟下不顧 帶著幾百名馬軍飛奔出城 夾了去投奔玄術 這次就暫時不講他了 現在再講李閣 各次他們攻了進去長安之後 就縱容兵四圍去搶掠 好多位大臣都被殺 當時李閣帶兵圍著皇宮上攻進去 一時之間緊張得不得了 一班士臣就請皇帝親自出面去止亂 現在就走上孫平門的城樓上面 李閣一望見皇帝在城樓出現 立刻就約束著人馬高夫萬歲 天帝在城樓上面問 卿家都沒得命令 就突然帶兵來到長安 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李閣確實在下面按高頭回答說 董太師 乃是陛下社職之神 無端端被皇穩謀害 神等來到長安 是為了報仇雪恨 神不是造反 見到皇穩 神等就退兵 當時皇穩是站在憲帝身根 他聽見下面這樣說 他就對憲帝說 神本來就是一心為了射職假算 現在既然到了這樣的地步 請陛下不要因為連式微臣 就誤了國家 請陛下准許微臣下去見那兩個奸賊 憲帝很痛心 又又疑而總是不捨得 皇穩對著憲帝扣了幾個頭 就這樣在孫平門的城樓上面跳下去 大喝一聲說 皇穩是 李閣確實 你搶一聲拔出一半箭 皇穩 董太師有什麼罪 你要殺了他 董賊罪惡 說都說不盡 他被殺那天 長安的市民人人興賀 就是你們兩個不知道嗎 那太師有罪 我們又有什麼罪 為什麼不肯赦免我們 這幫反賊不用說那麼多 我皇穩今天 自由一死而言 皇穩大意想言 李閣確實手起劍落殺了皇穩 李閣他們這樣還不止 還叫人去把皇穩的宗族不分擾亂全數殺害 這個時候 李閣和郭次的心想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走到這一步了 不如殺了皇帝自己坐江山吧 真是想動手 江濟範囚兩個東西 老謀心算 他們說不要啊 如果今天殺了他 怕那些人不服 不如營救擁護他做皇帝 和諸侯入關尼京師 剷除他的羽疾 然後才殺他 到那時候 天下就是我們了 那又是呀 李閣確實聽他說 插一把劍沒有動手 前帝在城樓又問 黃雲已經殺了 奔馬還不退 李閣國次就說 神等有功於皇室 但是未曾等到皇上封官赤爵 所以就不敢退軍了 你們想封什麼爵位呢 於是李、郭、張、凡四個人 各自寫好自己的職涵情上去 真是勒索那麼勒 指定要敢敢敢的官長 天帝是沒有收的 唯有聽話趙封在了 就封了李閣做車技將軍 慈陽口令師弟下衛 在軍事上享有生殺大權 李閣和國次一同管理朝政 封範囚做右將軍 萬年口 封張濟做票技將軍 平揚口 那麼范、張兩個就統出兵馬 在弘農地區駐房 其餘李蒙、王芳等等 都封了做校衛 得到官腳之後 這樣他們才謝恩帶兵出城 李閣他們又下令找回董卓的屍體 但是完整的就沒有辦法了 只是找回一些靈皮碎骨 這樣用一些檀香木 飆成董卓的形體 搞定了之後就大切祭祀 用王爵的衣冠和棺材來領他 摘了個吉日 在薇湖舉行葬禮 臨到下葬那天 天啊忽然間行雷閃電 拿一場大雨 平地水深幾尺 發滾 一個大雷 把董卓的棺材震開 整個屍首都撕了出來 李閣他們等到好天再撞 誰知道當晚又是這樣 連氣三次改齊下葬都撞不醒 董卓剩下的那些靈皮碎骨 全部被雷火消滅了 所以你說奇不奇呢 天氣董卓都可以生氣到厲害了 自從李閣國恥掌握大權之後 也一樣是這樣殘害百姓 還派了些心腹在皇帝身邊 名為侍奉實則監視 所以憲帝的一行一動都受到威脅 朝廷上的官員 都是由他們兩個說了事 要升就升 要降就降 不知他們為了收買人心做樣子 也都特意召了朱俊黎京師 封他做泰伯的官職一同掌管朝政 有一天 他們得到報告說西梁太秀馬騰 兵州刺史韓帥帶領十幾萬大軍 殺人來長安 聲明說要討伐奸賊 原來馬騰和韓帥 事前曾經秘密地派人來長安 和士忠馬羽 鑑耳大夫聰少 佐宗郎將劉帆這三個人聯絡好 由他們三個人和內影一起消滅李國這班人 他們三個就秘密地稟奏給獻帝 封了馬騰做正西將軍 韓帥做鎮西將軍 各人都接受了皇帝的秘密命令 要合力消滅奸賊 現在說回李國他們四個人聽到 馬騰和韓帥的大軍快要殺到了 一起商量怎樣營敵 因為西梁是在今天的甘肅地區 冰州是在今天河北山西的一部分地區 所以他們的謀事假許就說 他們兩支軍隊這麼遠來到 我們不必跟他們打 只要加強防禦攻勢 堅守相持就行了 不到一百日 他們的糧草一用完就必定要撤退 到時候我們派兵去追殺 要逐馬騰和韓帥就很容易 李蒙和王芳說這樣不好 他說這條計策不行 我們願意帶一萬精兵 立刻去砍馬騰和韓帥的人頭 獻給將軍 家許說 現在你們去打殺打輸的 輸 如果我們兩個人打輸了 我寧願殺頭 不過這樣 我們如果打贏了 你也要輸個人頭給我們 假許就對李國霍恥說 如果一定要打就這樣 長安以西二百里 那裡是周疾山 地勢十分險峻 那就請張帆兩位將軍 帶兵去那裡報房 做好公事在那裡堅守 那就等李蒙王芳帶兵去營敵 李國國恥還是聽他說的 點了一萬五千人馬 就被李蒙王芳 他們兩個很高興 就帶兵去到離開長安二百八十里的地方 扎落營寨 沒多久 西梁的兵馬來到 李蒙王芳就帶兵去打了 西梁的軍馬在路上擺開陣勢 馬騰汗帥 一怕騎著馬走出來 指著李蒙王芳道他就說 叛國的奸賊 誰去抓他 話口未完 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飛馬而出 這位少年將軍 生得面如美玉 眼若流星 撫體懸臂 標覆狼腰 手執長槍 騎乏進馬十分威風 原來他就是馬騰的兒子馬超 自慢起 今年才十七歲 但是武藝高強 英勇無敵 王芳欺他年輕 若馬出來認戰 誰知打了幾個回合 就被馬超一槍刺了落馬 馬超打低一個 立轉馬就翻扯了 李蒙見王芳被刺死了 飛馬出來猛追馬超 馬超一尾炸作不知 馬騰在鎮門之下 見我兒子怎麼這麼大意 就大聲喊 後面有人追你啊 說話還沒完 只見馬超已經把李蒙捉著馬上來了 怎麼捉的呢 原來馬超明知道李蒙在後面追來 就故意慢慢走 等李蒙的馬追近來了 一槍刺過來的時候 馬超就把我伸一閃 李蒙的槍刺空了 馬向前一衝 就跟馬超一拍過 這陣馬超伸開手臂 就把李蒙生琴活捉了過去 馬騰韓帥立即揮兵掩殺 打到那幫沒有了主將的兵仔 撕橫遍野 幸好趕得快的 就撿一條命仔回去 馬騰韓帥大獲全城 就直逼到艾口扎落刑寨 然後將李蒙斬首號令 李國駁斥接到消息 知道王芳李蒙都被馬超殺了 然後才信假許 確是有先見之明 就完全聽了他 按照他的計劃做了 一未堅守官房 有得馬騰韓帥超戰 總是不出去認的 果然沒錯 那些西梁軍馬就未夠兩個月 就糧草缺乏 沒辦法再堅持 就商量要撤走了 剛好在這個時候 在長安城裏面 時鐘馬羽的一個伯人 是出來自首的 說他的主人和劉帆 沖小 勾結馬騰韓帥 準備呂應外合 攻破長安 李國和郭次鎮鬱到極了 他三家人一門路小 在街市全部斬頭 又將馬羽 劉帆 沖巢三個人的首級 拿去城門號令 馬騰韓帥見到軍糧已經用盡 內應又洩露了 又只有拔債退兵 李國 馬騰韓帥 立即命令張濟 帶兵去追擊馬騰 范囚就帶兵去追擊韓帥 又殺到西梁的兵馬大敗 幸好馬騰押後死打 這樣才殺退了張濟 范囚去追韓帥 追呀追呀 就來到陳倉的時候 追上了 韓帥勒定馬 回轉頭對范囚說 我和將軍 是同鄉的人 為什麼今天這麼無情呀 范囚也都立定馬回答 這個是上面的命令 不能夠違抗呀 我這次來 也是為了國家 將軍無謂逼我逼得這麼厲害呀 范囚聽韓帥這麼說 也沒有再說說話 就撥轉碼頭收兵回債 但是放寒睡走了 誰知這件事就被李國的侄李別見到 唉 壁家伙 李別就回去說給他叔叔聽 李國就生氣得跳起八丈谷 馬上就要輕兵去打犯袖 假許就說 這樣不好呀 目前人心浮動不安 密密地打仗極之不妥 想殺他 要另外想個辦法才行 究竟用什麼辦法來殺範疚呢 下次再說 我們無法再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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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